宣布独立参选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晚间到台南麻豆太子宫拜会 不少粉丝也到场为他加油 而郭董日清也透露跟柯文哲早已见过面 双方理念相当契合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选务行程不间断 21号晚间来到台南麻豆太子宫拜会 现场支持者看到郭董也大声起喊 总统好为他加油打气 拼人气 成行一拜希望未来参选之路一切顺利 期间也不忘和热情民众开心合影 打招呼要民众支持冲高连数人数 而郭董日清也透露 和柯皮见面期间 两人也先就理念彼此交流 认为目前双方理念契合 未来还会密切与对方合作 第一目标为了另外的互联 第一目标为台湾的经济 我们要国泰民安 我们要发展经济 第三个话 建物爱情人 而近期针对台积电龙潭园区喊咖 郭台铭表示台积电是厚实经济助力 但现在台湾不仅缺电缺水缺人才 也缺乏基础经济设施 实业家出身的郭董 由南到北跑基层了解民意 要用企业家精神 希望带给台湾政治新气象 记者台南综合报导